在我们这个平台 我这是第五次的分享 一不小心也分享了好几次了 其实对于这个分享 我一直有点纠结 就是我很想分享 但是我通过几次的分享 就是也发现 我的特点是属于那种 记性发挥式的 就是不够严谨 所以有点 有点这个碎片化 而且偏向于思维方面的 我是比较喜欢思考的 我不大喜欢去讲那些现成的答案 但是对于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 自然疗法 对于拍打 今天可能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主要是一种知识型的 知识方面的一种介绍 因为在网络上 只能做一种学术上 知识上 经验上的一种分享 还有不能够去实践 对吧 好 那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我是怎么样和拍打 这种方法结缘的 又是如何深入 如何受益 如何在坚持的 简单的讲 就是我跟拍打结缘呢 也是非常的巧合 就是说真的是缘分到了吧 才碰到的 我是去西安 去一个朋友那里呢 去玩 当时呢 同行呢 还有两个也算亲戚吧 他们想要去学艾鳩 然后我们去的这个 这个朋友这里呢 他确实也是在做工艺 通过艾鳩 通过按摩 通过针灸 反正他会很多东西了 去免费的帮 愿意接受他服务的人呢 提供服务 他其中一项呢 就是帮别人拍打 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呢 那是16年的 应该是16年的夏天 看到一个很胖的女孩啊 他在那里接受啊 三四个人帮他拍吧 拍到他挖挖直角 然后但是他虽然那样叫啊 但是他还是愿意啊 我们也问他 我是这么痛 你为什么还愿意 在这里被人家这样拍 他反正简单的说 他就觉得他受益了 那他的身体因为 在此之前的拍打 有了很大的改善 因为他以前特别的胖 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他还是很胖 但是他在这之前更胖 而且呢身体 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让他感觉到 寝食难安的一些症状 那么通过在我们这个朋友 这里的拍打之后呢 他感觉到他迅速的瘦了下来 而且可能身体改善也很大 所以他才能够继续忍受那种 被别人拍的比较痛的那种痛口 接受拍打 所以从他身上呢 我就就亲眼见证了 我第一例了啊 就是说能够吃这么大的苦啊 在我当时看来啊 就是说有这个拍打这么痛 有人用这种方法吗 就是当时那个女孩给我第一感觉 就是他肯定是受了很大的意 否则的话没有一个说年轻的女孩子 愿意用这种方法 后来深入了解 果然不出我所料 他母亲讲 他在这之前呢 就是这个很胖的小姑娘 他差不多都快想要自杀了 因为他特别胖嘛 就出去好像觉得没脸见人 然后胖之后呢 身体也很差 然后就是用了拍打之后呢 他确实感觉到 他感觉到他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 然后我就在这个地方呢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 尤其对于养生方面的 这个拍打看起来就很简单 而且也可以想象得到 他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无非就是拍嘛 是吧 然后现场我也试了一下 同行的我们几个人呢 也几乎是或多或少都试了一下 我拍打了手肘 我也拍打了这个膝盖后面 那个那些地方 出事也非常的严重 好 长话短说 因为讲下来的话 时间会耗得很多 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接触到拍打 但是回去之后呢 回去之后我就把这个事情丢在一边 那为什么会去深入的呢 去深入的去实践和学习的呢 就是因为我在16年之后呢 就是没有去找一种朝九晚五的工作 就是想要找一种可以自由自在一点的 同时能够帮助自己 又能够帮助别人自己真正感兴趣的 这样一种工作和生活方式 那个时候我没有觉醒啊 那个时候当我是接触禅修啊 比较深 就是对于在世间的那些 普通人的那种追求呢 我是看得比较淡 所以呢 在经济压力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就想要去尝试啊 过上一种自己 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 然后就是在选择啊 怎样谋生方面呢 我就想要去做养生 然后在考虑到选择哪一种方法的时候呢 就想起了这个拍打 好 因为这个缘分呢 我就自己在上网去搜 去搜那些关于拍打方面的理论啊 和案例啊 视频啊 文字啊 都去看一看 看完了之后呢 我就觉得 首先我要试一下啊 然后我就在我自己身上开始试验啊 拍手背啊 脚背啊 拍那些啊 通用的部位 手肘窝啊 膝盖 拍手背脚背的时候呢 真的是特别的疼 但是拍完了之后呢 我我马上就感觉了身体巨大的改变 就是我的睡眠质量马上得到改善 那这一点呢 我在这几年的实践当中啊 也确信 如果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能够把脚背啊 好好的拍头的话 那他马上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睡眠质量的明显改善 因为睡眠质量不好呢 跟肝胆都有很大的关系 那但是呢 拍脚背呢 就正好在调理这个肝筋 胆筋方面的一些问题 还有膀胱筋 肾筋 胃筋 脾筋 啊 这六条进入呢 都是从脚步啊 这个开始出来的 好 那除了自己实践呢 我还去花了一笔钱啊 去参加一个体验营 那么在那个体验营当中呢 真的我们就用我们当时自己的话来讲的话 我们这一群人呢 就像疯子一样啊 就是说花钱到这里来请别人打我们 是吧 还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些学员的互相之间拍打 然后拍的是叫做杀痕累累啊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浑身是杀 但是呢 这个几天下来呢 我自己明显的感觉就是一身轻啊 真的叫一身轻 而且那几天我的打坐的质量 在我在我很长时间的这个打坐的过程当中 那几天拍打参加拍打体验营之后呢 我打坐的质量那一段时间是最高的 特别容易静下来 所以呢 这个身体的这个对痛病快乐者 对我来讲确实是这样啊 因为我的身体呢 没有很明显的那种说急于要去改变的那种症状 都是属于一种好像又健康 但是其实呢是有有很多的这个毒素堆在心里面的 所以我在那个体验营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没有他们其他的很多人说 哎呀我原来手不能抬 我现在手能抬了 我原来什么什么地方问题现在好了 我都没有这些感觉 我只是感觉到出杀和痛 但是呢熬过来之后呢 就是浑身一身轻啊 那种感觉只有自己知道了 就是亚健康的感觉啊 跟亚健康彻底摆脱了之后 那种感觉只有自己最清楚 因为他无法用语言 或者是通过你外在的表现让别人知道 因为亚健康只有你自己知道 别人从外面外表是很难看出来的 好 那如何在坚持的呢 这么多年啊 从16年 17年17年3月份 我开始很认真的这个在学习和投入 也陆陆续续的在介绍一些 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别人 也在帮助别人做拍打 那一路坚持下来的原因呢 就是我是觉得在众多的养生方法当中呢 因为我也学过其他的 比如说主体按摩啊 原始点啊 还有包括像壁骨啊 壁骨基本上不用学的 就是主要是主体按摩和原始点啊 我是认真的学过 也用在自己身上 也受益了一些 但是综合考虑下来 能够帮助自己 又能够迅速的帮助别人的 又那么简单有效 又容易学又又基本上是零成本的一种方法呢 就是拍打啊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讲拍打嘛 可能以后有机会来再跟大家分享拉筋方面的一个专题 也就是在出一种利己利人的这样一种考虑之下呢 我选择了一路坚持 其实我我在17年的5月份觉醒嘛 觉醒之后呢 就是更多的时间啊 花在了这个冥想和学习新的资讯方面 当然我空下来的时间呢 就是如果说再考虑啊 我怎么样去为这个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呢 其实我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把这种拍打啊 拉筋和我所知道的其他的有效的自然疗法呢 去告诉更多的有缘人 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有个很深的体会 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呢 受这个编程的控制啊 受这个后天的媒体的宣传啊 学校教育啊 家庭教育各方面的影响 这个大佬呢 被我们说被编程的特别的厉害啊 对于自然疗法很多人他还是排斥的 有的人他不排斥 但是呢 他他一旦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还是会选择去医院 能够真正的啊 全心全意的去相信自然疗法 并且去认证的实践的人呢 还是非常少的 当然呢 这种情况呢 也在转变当中吧 目前呢 在全国的范围乃至全世界吧 应该说自然疗法 尤其是拍打这种方法 越来越多的人在传播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受益 因为我是在这个方面了解的比较多嘛 就是知道在网络上你去搜的话 光是那种拍打操啊 就是有好多好多的版本 也就是有好多团体 好多个人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盈利的非盈利的啊 都在做啊 就是包括现在医院里面啊 西医里面那种理疗 而且理疗师们 他们也在选择性的用拍打这种方法 也就是说在在现实面前啊 在拍打所所创造的种种的案例面前啊 在拍打所产生的那些正面效果面前 好想越来越来越多的人还是还是看在看在眼里的啊 就是说整体来讲吧啊 就是接受自然疗法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好 你看这个话题 我本来打算讲五分钟 现在讲了差不多十五分钟 好 那接下来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啊 什么是拍打 我把它把它这个 踢一下啊 什么是什么是拍打 我在电脑上我用另外一个 用另外一个歪歪号 把这些文字踢一下 可能大家就更加容易了解一些 大家看文字也看得到 我可以简单的讲一下 那拍打了它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它就是用手或者是拍打工具啊 按照自己能够接受的那种那种力量啊 重复的拍打身体的局部或者全身 将体内的这些毒素呢 把它调出来 然后呢 再用拍打所激活的那种能量 将这些毒素呢 把它化解 让经络畅通啊 从而达到一种自愈的一种目的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些毒素啊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病啊 或者是那种病症啊 它会用一种 会以杀的这种形式啊 显现出来 所以在古代的这个方法 它不叫拍打 它是叫做吊伤 就是把把这个 我们潜藏在我们身体 那个经络里面的那些毒素啊 把它吊出来啊 然后然后再把它化解 那如果没有没有病啊 或者身体里面毒素比较少 那么它拍打的时候呢 就不会出伤 也不会有其他的那些 很严重的七重病灶的现象 比如说啊 其实痛拍打的时候痛 它就是一种信号 你不通啊 它才会越痛 越通的人呢 他拍打 他就不那么痛 他反而会变得很舒服 好 那这个这个方法呢 确实呢是非常的简单啊 嗯 但是简单的方法背后呢 它其实呢 原理呢 它并不是那么简单 所谓大到至简 看起来很简单的 它其实呢 它跟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 所以呢 嗯 接下来呢 就是跟大家啊 简单的分享一下 这个拍打的这个原理 嗯 就希望大家在我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呢 啊 可以 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看看大家会 如果是你 你是第一次听到这方面的这个话题的话 你会提些什么样的问题啊 好 那我先简单的讲一下啊 拍打的这个物理学原理啊 拍打的物理学原理 呃 可能 就是 我不会什么都贴上来啊 只是把我这个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线索啊 跟大家理一理 拍打的物理学原理就是 跟振动频率有关啊 宇宙间呢 万事万物 它其实都可以形容为一种 振动频率的一种现象啊 或者是反应 我们看得见的 或者是看不见的那些物体 那些颜色 听得到或者是听不到的 种种的那种声音 它都是一种振动频率啊 我们说能量 它就是一种 一种 就是说能量的不同 就在于振动频率的不同嘛 宇宙 也可以说就是一种能量嘛 是吧 所以拍打呢 它就是一种 有频率的一种运动啊 它这个 在身上 作用于我们的皮肤 或者肌肉的时候呢 它会在身体上产生一种邪症啊 就是共振了啊 将体内 将体内我们身体里面啊 振动特别快的啊 特别慢的 那些不够和谐的啊 分子啊 原子啊 细胞啊 等等这些例子呢 但它在这种拍打的这种振动之下呢 把它变得重新啊 有序化 这个过程呢 就好像消除杂音的一样的那个过程 让我们整个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 各个细胞 各个分子啊 让他们的这个振动呢 达到一种和谐优美的那样一种感觉 嗯 那杂音呢 就是就是病体啊 所以呢 把这个杂音剧掉之后呢 人体就会就会更健康 呃 拍打呢 它会刺激 也会改变这个人的整体和各个器官的这个振动频率和波段 比如说拍打首先刺激的就是就是心 就是心的振动频率 好 呃 这个会啊 你再问拍打有什么要求 有没有什么禁忌啊 对 这是大多数人都会问的 等会我会重点讲一讲这个问题啊 好 稍等 等一下会讲 呃 呃 在皇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叫新主神明来君主之官 啊 我们的心啊 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呢 他的他的这个地位呢 就相当于君王一样 所以呢 心心一生令下 他马上就会改变所有器官的这个频率和波段 所谓的向由新生啊 还有就是说呃 很多病他都是根源上是在于我们的心啊 的一种一种受伤吧 或者是新的一种选择啊 新的一种判断 新的一种一种变化才造成的啊 或者用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讲的话呢 很多病他都是来源于情绪 那情绪就跟心有关嘛 那一般的人呢 可能以为只有心脏才有这个振动频率啊 因为我们很明显就可以感觉到心脏在不停的这个跳动 但其实呢 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振动频率 那人体的所有的器官来自每一个细胞呢 他都有各自的振动频率和波段 健康的这个人体呢 就如同啊 一个非常和谐啊 非常动听的那个交响乐一样啊 中间每一个每一个音符 每一个乐器的演奏 他都是那样的和谐 所以听起来就非常的悦耳 没有一种很很刺耳的一种感觉 那病体一种严重的疾病 就相当于这个交响乐当中的一个非常不和谐的一个音符 或者一个乐器掺在里面 一听就能听出来 那那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心呢 就是相当于我们人体啊 这个内部这个交响乐的一个指挥一样 中医的五行生克呢 中医有五行啊 金木随火土啊 相生相克 他其实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就是不同属性的这个器官 他在用他不同的这个频率和波段 对彼此产生影响 那形成了物理学所说的这个干涉波 那这个波如果是建设性的 那在中医就叫做生 如果是破坏性的就叫做克 讲到这个症状频率呢 我们讲一个问题就是中药 中药呢 他不讲化学成分 是吧 中药和西药的不同 就是中药他不讲究这个化学成分 但是他讲究气氛 讲究硅金 这个我贴一下 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种频率呢 我们从中药的这个药字啊 这个药字的这个繁体字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药的繁体字是上面一个草字头 下面是一个什么字呢 是一个音乐的乐 所以药字这个字呢 从字面上来讲 它就是说是植物中生长出来的音乐 所以它也可以说是天堂下凡的一种音乐的 中药致病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它其实呢 也是以以每一种药物 药草 它的这个振动频率 来对身体进行干涉 也就是以它的这个气氛 对身体不同的经过和部位 发生一种相生 或者是相克的一种作用 通过这种干涉波的形式 来彼此干涉 清除不和谐的那个振动波段 最终呢是身体的整个振动 振动频率呢 和谐平衡 所以用药 它要讲究一个分量 就同样的频率 你这个分量用的多 有不同 还有就是讲究一个搭配 还要讲究 还要讲究一个 一个大环境 就是说你这个药 要用什么水来熬 要熬多久 要怎么样服用 这其实呢 如果是从振动频率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它都有它里面的一种内涵 好 那这是从这个振动频率 这个角度上来讲 就是拍打 它能够起到作用 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那这个呢 可能很多人 包括我呢 一开始看呢 也有点看不大懂 虽然好像觉得是那么回事 但是不大懂 接下来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拍打的生物化学原理 这个呢 可能就是跟西医的思维比较接近 因为我们啊 我们在现场 今天我们来听分享的我们这些伙伴 可能就算我们已经不大相信西医 或者是拒绝西医 但是至少我们从小所受的思维的训练 是变向于西医的思维训练的 所以这个生物化学原理呢 是最接近于西医方面的一种原理 那拍打它其实呢 就是说它会导致人体发生生物化学的一种变化 产生或者是改变人体的这个内分泌 比如说这个骨骼啊 我们说骨骼一直呢 被认为是支持身体运动 制造血球细胞储存矿物质调节体内PH值的一个器官 但是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表明了 骨骼和骨骼肌啊 都是人体的内分泌器官 有内分泌的功能 骨盖素增加则胰岛素增加 血糖下降啊 脂帘素增加则能够阻止脂肪的这个累积 这个分享有点是不是有点太专业啊 但是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大家要真的去对拍打这种方法 产生坚定不移的信心的话呢 是要从理论上啊 从这个理论的层面来建立起信心的话 这种信心呢是最稳固的 那胰岛素呢 大家都知道啊 它是体内呢降低血糖的一种激素 是体内主要的促进物质合成的一种激素 所以它又被称为呢是储存激素 胰岛素不仅对糖代谢有作用 它对脂肪蛋白质以及水 微量元素的代色呢 它也有无可替代的一种作用 在各类肌肉当中呢 骨骼肌的作用它非常的特别 骨骼肌呢 它又称为横纹肌 是运动系统的肌肉 人体大约有600多块骨骼肌 长期以来呢 骨骼肌被认为是一种效应器官 它接受神经和体液的调节 但是近年来呢 大量的实验研究资料 发现了骨骼肌也是一种重要的内分泌器官 具有分泌活性物质的功能 它能够表达合成和分泌多种生物信号分子 包括调节态 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等等 因为骨骼肌呢 在我们人身上呢 它占的这个体 这个质量 从质量上来讲的话呢 它占体重的40% 所以骨骼肌呢 它可以被称为是 我们身体当中最大的内分泌器官 因为它在我们身 在我们这个身体的比重当中 它占的比重应该是最大的 如果是用一种科学的语言来解释的话呢 就是拍打这种方法 它在强烈刺激这个软骨膜和这个骨骼肌 拍打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疼痛 这个疼痛呢 它会刺激到心脏 心脏就会产生一种反应 心脏就会像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 会发出一种警戒信号 所以呢 疼痛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肾上腺素 胰岛素 并且呢 还有一个特点 每一个不同的人 他在接受拍打的时候呢 会产生每个人各自需要的 不同的内分泌物 比如说荷尔蒙啊 老肺胎啊 干细胞啊等等 也就是我们人体需要什么 身体会自动的去判断 需要产生什么样的内分泌物 这就是我们身体很神奇的地方 所以呢 拍打它能够产生各种人体 所需的内分泌物 并且这个启动 启动自愈力和免疫系统 所以它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呢 这个道理上就讲得通了 对不对 比如说拍打的时候呢 糖尿病患者 他的体内呢 就会自动产生胰岛素 这一点呢 我是 我是很多次的见证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体验营的时候 是七天 七天 我们一进去呢 不管是糖尿病 它是什么程度 也不管它是一型 还是二型 也不管它有多少年的 糖尿病的历史 都是一视同仁 要进去的时候 要开始断食 而且不但要断食 还要 还要这个 到了第三天 要避苦 就只喝水 而喝水呢 还要是喝那个姜枣茶 是很甜的 也就这一系列的行为呢 都跟这个糖尿病人 他们在家里面 所受到的那种 来自医院里面的教导 是绝对抵触的 是吧 比如说糖尿病人 他不能够 不能够忍受饥饿 一饿了就会晕倒 是吧 等等这些 还有他这个 可能不能吃糖 也就是说 在体验营当中呢 我们亲眼看到 我也亲自见证了 就是糖尿病人 他们跟我们 是过一样的日子 该饿的时候 一样饿 但是我们每天 也一样的拍打 那就是因为 在这个拍打的过程当中呢 他的身体里面 可能就已经在产生 这个胰岛素 而且这个胰岛素的量呢 是身体应该是自动在控制的 所以糖尿病人 在那一段期间呢 也没有 我也没有看到 也没有听到说 哪个糖尿病人 在那一段时间当中 去出现所谓的 那些西医警告的那些反应 这一点我是亲眼见到的 所以呢 其实呢 你比如说像糖尿病这种病啊 在西医呢 看来呢 就是属于根本就不可能治好的病啊 只能够维持 但是在拍打 在拍打这个这个领域啊 在拍打这种方法里面呢 糖尿病痊愈的 真的是太多太多 我从我刚才分析的那个例子 就看到 因为这个 对于这个糖尿病啊 他要他身体好转的那种思维方式 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所以呢 这个在西医看来 糖尿病是不可治愈的 但是在很多自然疗法当中呢 糖尿病其实并不算什么很重的病 那这刚才是讲到说 糖尿病患者 他在拍打的过程当中 他身体里面呢 就会自动的产生胰岛素 对啊 低血糖比高血糖造成的后果更严重 但是就是说 在我们那个 在我们一起参加体验营的时候 那些教练啊 这些人 他们都身经百战嘛 就知道 不怕的是吧 这个是所谓的低血糖啊 如果不吃东西啊 过了一段 叫什么 过了一定的时间 不吃东西 不进食 那个西医就是说 血糖会很低 然后就会晕过去 怎么样的 但是在拍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没有这些问题 反而需要去补充糖分 或者喝点水就可以了 当然就是 所以呢 这些 这些在西医看起来啊 或者是设想的 很多很多严重的后果 其实呢 这是西医的思维啊 所主导下来的 当思维方式改变 你的应对的策略改变的时候呢 其实结果就会不一样 好 那 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拍打拉筋的生物化学原理啊 就是说 这个 这个过程呢啊 就是通过拍打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个物理化学到生物的这个演变过程呢 它是因而异的 在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人体内药 就是我们人 人的这个身体呢 它会根据我们身体的这个情况 自动的产生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药啊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这是对中医这个说法的一个验证 就是病人需要什么药 我们的身体就会自动产生什么药 而且这个药呢 是绝对没有毒副作用的 是吧 这是从这个生物化学的角度上来讲 我想这一点呢 对于 偏向于这个西医思维的人呢 应该是比较好对照吧 他能不能够相信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拍打与拍打的这个电磁场的原理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现场的很多朋友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人有一个五大五大身体是吧 心智体啊 情绪体 以太体 电僵体和这个物质身体 那西医呢 西医它只关注我们的这个物质身体 也可以说是化学身体 西药治病呢 它就是一种用化学药物而作用于化学身体 它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那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呢 叫张长林 他通过一种无损波动探测技术 及复杂系统理论呢 发现电磁场身体是化学身体之外的另一个身体 也可以说电磁场身体 我可以把它理解为电僵体或者是以太体 应该是这两种身体当中的 应该是包括这两种身体 这个电磁场的这个身体 它的一个解剖特征呢 就是你肉眼是看不见的 不可能通过解剖来发现这个电磁场的身体 它的这个结构呢 是就是一种耗散的一种结构 它没有绝对稳定的一种状态 它是不停的在闪动的 它没有那么绝对清晰的一种边界 它通过特殊的仪器呢 可以发现它确实存在 但是它在不停的在变化 人的这个生理特征呢 是是整体全息不可分割的 生命特征呢 是我们人体的生命特征呢 是电磁场身体 领导化学身体 也就是说电磁场身体的重组呢 它会导致化学身体的重组 电磁场身体呢 这个它的结构呢 受到边界条件的这个直接影响 用中医来解释的话 就是说我们身体 从阴阳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身体的阳 阳气上升 那阴就下降 阴上升呢 就阳降 阳升阴降 阴升阳降 阴阳重组啊 就会在逐渐的达到一种阴阳平衡 阴阳平衡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就是健康的 那如果是要用这个科学的一种语言来解释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身体 由不健康的状态 恢复到健康的状态呢 它其实要在能量层面和物质层面都要进行一个重组 那拍打它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快速的实现这种重组呢 就是因为拍打啊 它是能够迅速的改变这个边界条件啊 前面我们讲就是电磁场的身体 我们的电磁场身体 它的这个结构很非常容易受到边界条件的这个直接影响 这一点呢 我在看张长宁先生的那本书的时候 他他讲的比较详细在书里面 他比如说针灸 那为什么针灸有的时候一针下去就效果那么明显 那个针那么细是吧 从那个穴位插进去 他其实呢 就是说他通过一根针插进去之后 插到穴位啊 这个关键点呢 他能够迅速的改变这个电磁场身体的这个边界条件 所以他的效果才会那么大 所以拍打他这种方法呢 也能够迅速的达到这种效果 那他的后果呢 他的结果呢 就是迅速的实现人的电磁场身体的结构重组 从而导致化学身体的变化 迅速的啊 这个促进这个阴阳平衡 比如说啊 打比方来讲拍打啊 他特别是如果身体堵得特别厉害的人 一开始拍的时候呢 会比较痛 一痛呢 什么地方首先感觉到呢 就是我们的心马上就感觉到了 然后这个心呢 心一感觉他就这个心脏的这个振动频率就会发生变化 心脏的振动频率一变化了 他马上全身的器官和细胞 他的这个频率也会随之发生一种变化 也就是说边界条件就会发生改变 全身的这个电磁场身体的结构也跟着改变 进而呢 电磁场身体改变了就会带动这个物质身体 也就是化学身体的变化 啊 这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那个 从振动频率来讲的话也讲得通的 好 这是从啊 从这个电磁场原理方面来讲的话啊 这个对于我们知道人有这个五大维度的这个多维度身体的人来讲呢 这个应该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那另外一点 因为现在的医学呢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派别 比如说能量医学啊 这也是一种也是一个领域 嗯 我们人呢 生病和衰老的一个过程呢 他其实呢 都是因为人体的这个能量不足啊 那能量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能量通道 也就是经络 他预堵的一个结果 你比如说有很多年纪轻轻的人 他猝死 他猝死的原因呢 不是他身体没有能量 是他的这个身体能量的一个通道 某一个通道啊 他堵的太严重了 比如说心经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经络 堵的太严重 这个长期这个预堵 堵的非常严重 完全不通 达到一定的时间啊 他就造成其他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出现一种能量供应不足 那一旦这个机器 就好像我们这个人体这个机器 彻底停摆了之后呢 这个人我们说他就是死亡 那也就是说他虽然说年纪轻的人他猝死 他身体是有能量 但是能量能量没有流动 就是能量不能够顺畅的流动的时候 他也会死啊 所以呢就是这个年轻的人呢 其实有很多时候啊 我们说那种猝死的人其实是非常冤枉的啊 也是非常可惜的 我不讲说这个年代他很实际的一种一种生存的压力所造成的很多人要去熬夜啊 要去加班啊 要去拼搏啊 因为在现实的这个啊 这个阴谋集团他操纵这个世界啊 用金钱来控制人类 而且创造了从现在的这种金融体系啊 让很多人呢 他啊必须啊要为生存啊 要去拼搏 那免不了要去熬夜 要去干什么 为什么说猝死人他比较可惜呢 就是他们一点都没有掌握啊 掌握一些啊 检测自己身体是否有病 预防自己身体发生严重的这种病变 或者说纵使身体出现了一些严重的情况 他们又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说的可惜是指这种啊 其实呢 在我在我们在我个人看来了啊 很多很多呃 猝死者在他们在他们发生这种情况之前 呃 如果不是严重的那种呃 老异血啊 他只是心梗 很多人他是可以救过来的 也就是说在他发生这种严重的呃 这种症状的时候呢 如果在旁边的人用正确的方法对他进行施救 成活率是很高的啊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 就是自然疗法啊 特别是那种能够应急救急的 救人于紧急危难之中 也也在紧急危难帮助自己的这些方法 呃 大家是一定要去了解一种到两种以上啊 以被呢紧急的时候能够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 这真的是叫人命关天的事情啊 以前我去原始点也知道 原始点有的时候他也能够在关键的时候救人 好刚才这有点扯远了啊 从能量医学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拍打他无论是在这个局部还是在全身呢 他都会直接导致这个自身产生能量啊 你比如说拍打局部 他局部就会产生热 你拍打全身 全身也会产生热能 所以呢 你这个拍打的过程当中如果是痛的话呢 你这个越痛的时候呢 其实你身体里面产生热能就越快 那这个能量从哪里来呢 讲到这个地方啊 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以前在体验营的是一个经历 在体验营期间 我我们七天嘛 六天啊 六天 基本上是不吃什么东西的啊 就是喝一点汤 到第三天之后连汤也不喝了 小米之后也不喝了 就直接就是喝一点姜枣茶 就是喝一些牛制啊 喝一些这个水吧 应该这样说 那我们那一段时间 那几天我们的能量从哪里来 就是通过燃烧体内的这个垃圾 毒素病体啊 来这个转化 把它们转化为能量 这样的话呢 你看既是啊 把这个毒素把它 把它这个转化了啊 把它排出来了 同时呢 还减了肥 这个也就是属于一种变肺为保的一个过程吧 所以一边拍打 如果条件可以啊 一边拍打 一边避鼓啊 那个效果呢 是特别好的 好 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啊 已经到八点钟 好 那刚才跟大家为什么要 呃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么多的原理方面的一个一个解释呢 就是因为啊 我在实实际的这个传播拍打拉筋的过程当中呢 就发现有很多人对这种方法呢 是有一点啊 啊 视之以鼻的感觉 就是说拍打这么简单 啊 你说它有好处 我能我能相信你 但是你说能够有那么大的好处啊 甚至是说啊 几乎是所有的案例 那所有的症状 我说几乎啊 都有人做出了成功的一个例子啊 各种各样的癌症 各种各样的呃 慢性病 急性病啊 甚至是疑难杂症 可以说都有人通过拍打这种方法呢 做出了这个成功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呃 比如说我们 以前呢 在这个圈子里面经常在传的一个例子啊 就是一个85岁的前列腺癌的一个老人啊 被他的女儿呢 用拍打这种方法呢 就是差不多痊愈了啊 那里面这个当然还有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啊 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几十年的耳聋啊 就是他他本来去去参加这个拍打呢 或者是学习这种拍打呢 他压根就没有想到说 他的耳聋能好 他只是想要解决其他其他的问题 但是没想到啊 当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他的耳聋居然好了 他的耳朵能够重新听见了 就是 然后由他这个例子呢 在网上一传播呢 这个用拍打啊 这个 重新能够听见声音的 就是 就是笼子能够听得见的 这样的例子呢 就越来越多 那么在 在传播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我也发现有很多人他还是持一种将信相移的态度 那我们可以这样说 那拍打这种方法这么简单 其实呢 只要你去试 只要你去坚持一段时间 有没有效果 你自己是 其实自己是最清楚的 但是呢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不能够去比较 不能够说别人有什么样的效果啊 我也一定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这里面他有一种很复杂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另外呢 就是每个人在拍打的执行过程当中也不同 还有每个人在拍打过程当中 他其他的方面的改变也不同 比如说有的人通过 通过学习自然疗法啊 学习拍打这种方法呢 他的这个情绪管理啊 他的生活方式啊 他的心胸啊 他的这个眼界啊 他的各方面都带来了一种积极正向的一种改变 而且他在这个拍打的这个实践方面啊 又非常的用心 非常的积极 那么他可能好转的这个这个概率 好转的这个速度啊 就会要大很多 所以呢 在拍打方面呢 确实如果大家有兴趣 你在网络上去去搜这方面的信息的话 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案例 但是在现实当中 你就会发现别人是别人 我们自己是自己 就是说每个人自己走出了这条路呢 才会知道啊 拍打对自己的这个帮助有多大 好那 接下来呢 我就跟大家来讲解解答一下啊 就是说分享一下啊 通常啊 初学的或者初次 很初次系统的接触到拍打的呢 他们习惯性的会问的一些问题啊 前面我们那个会啊 他就就问到 呃 说是什么 就是 有什么要求啊 有没有禁忌啊 呃 我这样来讲吧啊 拍打呢 他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要求啊 没有什么要求 没有说谁能拍 谁不能拍 但禁忌是有一些啊 那我们现在说要求 呃 就是说他没有说一定要用怎样的手法啊 也没有说一定要拍 拍到怎样的力度 要拍啊 多长的时间 要多长时间拍一次 他都没有那么严格 呃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对于拍打者的要求呢 其实是完全是自己在掌握的 嗯 所以在方法上来讲的话呢 他其实是非常简单啊 越是去认真实践的人 他就会越有自己的一个心得啊 但是如果从啊 从 针对大众的一种一种讲解 或者一种分享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 在在手法上呢 是是有一些讲究的啊 比如说一定要用使掌 不要用空心掌啊 要要用这个手腕啊 关节发力啊 这个手要放松啊 等等 还有就是要专心啊 要用心去拍打 我今天看的一篇文章就是 就是在拍打界啊 在目前也是一个 也是另另外一种讲法啊 他不讲拍打 他说这个是叫冲击疗法啊 他他也是 其实就是换一个说法了 因为他用的方法也是拍嘛 他只是名字不讲拍打 他讲成冲击疗法 可能有很多人反而能够接受一些 你说拍打 他就觉得你这个东西太简单 好像没有什么含量 很多人他就被编成了比较厉害的人 他就听你讲拍打 他就走了 你跟他讲的很玄乎啊 这是叫冲击疗法 那么可能有的人他反而会有点兴趣 那在这个冲击疗法里面啊 这个传播者呢 他就讲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拍打 拍打 他是要尽可能的简单 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啊 他都不主张用工具啊 因为我学的这个拍打呢 就是有的时候还会强调啊 要用工具来辅助性拍打 就是手不好拍的 或者是说手拍累了啊 可以借助工具来拍 那他这个冲击疗法里面讲的这个拍打呢 就是更简单 但是呢 他把这个大刀质解呢 发挥到了极致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要求这个拍打者 一定是要非常的这个亲近啊 也就是说他在拍打的过程当中 能够达到一种入定啊 甚至一种忘我的一种程度 也就只有拍打 忘记了身体的存在 在那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拍打的效果会非常的好 甚至是有可能会把这个被拍的人也拍到他 拍到那个被拍的人也忘记了身体的存在 当然这是这篇文章这样讲的 我想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拍打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他是有一些禁忌啊 比如说一定要避风寒啊 这个拍打之后呢 就是不能够去喝冷的东西啊 吃冷的东西啊 一定要喝这个这个热的啊 吃热的拍打的时候 一定要不能够在风口下面啊 要防要小心这个风寒 然后拍打之后呢 就是如果是出汗比较多啊 绝对不能够马上就去洗澡 如果一定要洗那也要等几个小时以后 最好呢是当天不要洗澡啊 还有就是出沙了之后呢 看你出沙的程度啊 如果是出沙刚刚开始出 出的是一种沙包很硬的 那就最好呢是继续拍 那这个沙呢出透啊 还有呢就拍打之后呢 就是他这个身体会有一些 看上去比较恐怖的那些线 比如说那个沙很黑啊 很红啊 看上去看着很很恐怖的 那这些呢其实都要有心灵准备啊 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拍打之后呢 身体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种反应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如果你长期是胃病的很严重的 那拍打的过程当中 你的胃的反应可能就会特别大啊 这个就是属于好转过程当中的反应 每个人会不一样啊 那特别禁忌的话呢 就是说你比如说这种疾病 它是非常容易造成出血的 比如说血有病啊 这个过敏性子癫啊等等 像这样的一种病呢 它就是不能够用拍打 因为它是万一出血的话 就是说就是就是不好收拾了 还有就是你你这个皮肤有外伤啊 或者是你这个皮肤有明显 这个灰烂的那些那些地方就不能拍 还有就是有这个急性的这个创伤啊 比如说骨折啊 这个伤口流血啊 还有就是严重感染的一些部位啊 特别是讲到流血 就是特别是老易血 它是不能拍打的啊 就是这些就是一些禁忌 还有你比如说啊 四瓦膜脱落啊 肠疗病患者有些人他会造成四瓦膜脱落嘛 那四瓦膜脱落的话 他就这些患者他就不可不能够直接这个拍打眼眶啊 正常的人是可以拍的啊 这是这是一些这个禁忌和一些注意事项 另外呢 另外呢就是我们对刚才你看这个新元他问的全身都能拍打啊 就是对于啊什么样的病应该拍什么的部位啊 是对于还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我们我在这里简单的就是告诉大家呢 就是几乎全身都能够拍打 而且呢 我学的这种拍打方法呢 就是是这样的 就是不但是说全身都能够拍打 而且最好是把全身都拍打 因为呢 就是呃 这个把全身都拍打嘛 就不留死角嘛 对吧 还是最好的一种最好的一种啊 我们说刺激刺激经络或者是穴位的一种方式 因为你全身都拍了嘛 那所以就没有没有哪个经络没有拍到 没有哪个穴位没有拍到嘛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说呃 这个从出杀的效果来讲的话呢 他出杀也是最理想的一种情况嘛 排毒的也是最理想的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这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全身轰炸啊 地毯是轰炸全身都拍 所谓的不能拍的一条就是刚才讲的 那些已经在出血的 已经在感染的啊 或者是一些啊 一些严重的创伤的啊 那种地方啊 还有比如说是老异学啊 或者是视网某脱落啊 啊或那种情况就不能拍 这里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还有就是这种网络直播嘛 很难讲的那么细啊 大家呃可以在到时候可以在群里面啊 去去我可以发一个链接啊 大家可以去对照一下 那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他会关心啊 有关心就是啊 我这个病还要拍什么地方 很多人他出血都会问这个问题 那其实呢呃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叫做忘记病名 就是我们不要去管这个叫什么病 因为从中医来讲 从啊整体从这个整体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 没有哪一个病是单一的啊 所谓迁移法而动全身 没有哪一个病说是单一的 所以要想治病的话呢 如果说从打通经络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你只要把身体的经络打通了啊 他申请他会自动去调节 什么地方该用药啊 我们说是人体的这个内药嘛 身体他会很智能的啊 那个量要用多少啊 什么地方用啊 什么时候用啊 都交给身体去处理啊 所谓的这个病名呢 他很多时候呢是西医啊 我们现在所讲所知道的很多病名呢 都是从西医那里学过来的 所以呢病名他有的时候呢 本身就有很重的这个误导性 当然了呃从从讲究这个效率啊 特别是对于一些急症啊 那碰到这样的情况 那确实也是会有一些啊 这个优先的一个顺序啊 比如说你你这个胃啊 肠胃方面的病发作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拍这个胃经脾经啊 大肠经小肠经啊 就啊这个有对应的一个经络 如果肝肝肝的问题 那就拍肝经 胆的问题拍胆经 头头的问题 可以直接拍头 也可以拍脚啊 心肺的问题 心肺肺经总有12条经络嘛 那如果是严重的 那比如说癌症啊 或者是什么呃这个白血病啊 等等这个红斑狼仓啊 这些很严重的病 那就是跟这个骨髓 造血功能有关的 那可能就是要拍打这个基柱啊 拍打这个骨髓基柱啊 等等 这个这个这个讲起来的话 就会就会啊 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这个复杂和和和详细 那也不是这里一下可以讲的新的 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了只是一种原理啊 就是对一般的情况 我们的不管是保健 还是想要啊 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呢 其实我们就是要啊 从这个通用的部位开始啊 然后呢 慢慢的过渡到把身体的这个能够拍得到的地方呢 都把它拍一拍啊 然后如果还需还不够啊 那就是在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具体的情况啊 所对应的去选择一些经络啊 去进行拍 那么选择经络的时候呢 比如说胃经啊 胃经那你可以可以重点拍足三里 肝经呢 可以重点拍这个台冲穴啊 心经呢 可以重点拍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手肘窝 集权穴 这个夜窝下面啊 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叫啊 非常广样的一个通用的一个部位 就是拍这个头顶 这个百会穴啊 百会嘛 就是百卖朝会的一个地方 所以多拍头顶啊 多拍百会穴 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一种收获 那还有一些问题就是 在这个拍打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我在传播的过程当中 也是非常非常小心的去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拍打它确实很简单 但是拍打之后 如果出现了一些你自己心这个叫什么 你的大脑啊 你的心或者是你的经验常识啊 所不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一些现象的时候 那个时候要怎么办 是吧 比如说这个出杀出的很恐怖啊 或者是说七冲病杂特别的厉害啊 是吧 要怎么办 还有就是这个拍打了之后 暂时性的好像怎么没有 没有网络上讲的那样一些神奇的效果啊 那个时候还要不要坚持啊 等等这些 这些问题呢 才是最棘手的 我也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就是有很多人呢 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他是拍打拉金的这个受益者 他也到处去跟人家讲 拍打拉金很好 但是有一天啊 他自己碰到了一个关卡啊 就是他自己身体的某一个症状啊 持续反复的出现啊 这个从理论上来讲呢 他其实是一个好现象 说明他这个地方的症状是比较重啊 所以反复的这个发作 其实呢 病发作 所谓的病发作的时候呢 就是如果说从治病来讲呢 就是治病的最好的时机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 比平时更加专注和用心的去拍打 那可以迅速的渡过这个难关 然后让身体呢 就是发生一种 可以说啊 称之为神奇的一种变化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需要呢 这个需要这个本人呢 对于拍打的这个方法呢 从理论上啊 从这个信心上呢 都是要有非常强的一种一种建立吧 那有的人如果他啊 就是学习的不够深入 了解的不够多 那有可能呢 就是出现了这些情况之后呢 他就他就从自己的就放弃了 这种情况我们是碰到过的 也是经常会出现的一种情况 好 那今天呢 就是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的方式呢 来跟大家介绍了啊 拍打 那在实践的这过程当中呢 可以这样说 大到至简嘛 你越是去认真的实践的 你的收获呢 才会越具体啊 你的这个信心呢 才越真实 那你的受益呢 才呢 越持久啊 因为拍打呢 他不是 叫什么 三天两天的事情 这种方法呢 他其实呢 如果你达到像我这样的一种 认识程度的话呢 他会伴随你一生 而且呢 你 可以这样说 你就是你们家庭里面的 最好的这个医生 我们都要说找自然疗法师嘛 如果你认真的学习拍打 你就是你们家里面最好的自然疗法师 如果保健为主多久拍打一次 这个多久啊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 你随你自己的喜欢 这个像这些都没有 没有一个明确的讲究 我们的建议就是 尽可能的多拍 你每天拍都可以 是吧 你只要有时间 你每天拍 比如说拍头 可以每天拍 你拍脸也可以每天拍啊 拍眼 你比如说你有眼袋 你脸上有暗斑 或者说就算没有这些 你要想让自己的这个这个脸啊 更光鲜 更亮丽的 你每天都可以拍脸啊 是吧 把自己脸拍的这个光光的亮亮的 这有什么不好呢 是吧 还有就拍头 是吧 你每天早上起来都可以拍头啊 甚至睡觉前也可以轻轻的拍一拍头 还有比如说这个现代人都是颈椎病比较严重 这个大椎 这个脖子啊 当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 你就可以拍 或甚至是你没有不舒服 你也可以拍啊 有病防病 没病 有病治病 没病防病嘛 这个拍打 我们说不要把它想的啊 那样就是说包治百病啊 他确实能够治百病 因为有不止一百种病呢 用拍打这种方法治好了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的病啊 都有人来跟你保证说 只要用拍打就一定行啊 就是每个人怎么样去执行 那是因而异的 好 最后呢 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啊 能够对大家啊 在保持健康身体这一方面啊 带来一些积极的作用啊 也让每个人的家庭里面呢 都能够因为有自然疗法的这个介入呢 从此让我们的家人呢 不要再去医院啊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只要大家愿意的话呢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好 谢谢大家的参与啊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分享拉筋啊 好